附近走到現在是波麗珊 他是一種潛在佛樂依德的性幻想 喉寫在波麗珊上 嘩 蘇麗珊真是TNF不識在 戀藍是sweet的 但是奴隸手是會被他咬的 是會被他罵的 是沒有尊嚴的 Fanties Fanties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蘇麗珊 我是波麗珊 我是...導演 葉永森 你會帶哪位去救生艇 當然是導演 他懂得游泳的 不用救他 自己來 選擇一位吃他的肉 渡過在荒島上的生活 你會選哪位呢 挺有殘暴的 這個吃肉的原則是和走地雞的原則在裡面 哪個是走地雞呢 走地雞要走得多嘛 所以照道理應該是吃運動員的肉 好 選走地雞 哈哈哈哈 哪位男士像是在升降機放棄會不認的呢 哪位男士像是... 兩個都像 哈哈哈哈 一個是維護形象的 兩個都要 哪位是比較像老婆呢 嗯... 兩個都不像 方向心說自己不會的 原先還以為他像 因為他在電影裡面真的很像 導演就... 導演其實我經常都八卦他的 我經常都問他的愛情觀 但他不肯回答我 他說他看過這些戲 就知道我不相信愛情啦 他們兩個是適合做什麼職業的 不知道 後來我腦海中 浮現了一個畫面 就是導演呢 他戴著那些畫家帽 然後穿著那些 很鮮艷的衣服 在家裡幫人畫畫 那... 康月薪呢 就... 他在... 車房製車 因為車房在私館 通常都是... 大隻的嘛 都靚靚仔仔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游泳教練呢 喂!喂! 喂! 哈哈 兩位可以拿下耳筒 其實呢 他們一直都是沒有在聽過的 一直都是在聽你 的回答 你不是真的不知道嗎 就是啊 兩位滿意他剛才的答案呢 我很明顯聽他 他很傾慕我 哈哈 而且他整車是因為 蘇黎珊是某一件事的頭射來的 他對肌肉啊 走地雞啊 哈哈 他是一種 潛在佛樂伊德的性幻想 就是他頭射在方日身上 那我... 但我覺得香港有很多 愛情勞敵秀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香港是靚女多過靚仔 而且那些女生會懂得扮靚 懂得Keep Fit 多過男生 所以呢 男生會比女生吃住多一點 尤其是年輕 二十多歲的時候 更加會比女生吃住的 所以呢 這套戲呢 應該會引起很多共鳴 再加上我身邊也確實是有 愛情勞敵秀的存在 那我還特地問他 究竟愛情勞敵秀究竟是什麼呢 他跟我說很簡單 愛情勞敵秀呢 就是... 你是會被你女朋友罵的 和暖男是很不同的 暖男呢 是sweet的 但是勞敵秀呢 是會被他咬的 是會被他罵的 是沒有尊嚴的 但是呢 這種人呢 亦都是很享受這種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愛的一個表現 不代表這個男生沒用的 他事業是很好的 他說找你做的 真是對 是啊 學舍劇款也沒有你想太多 但是我做的時候 其實也有掙扎的 導演也說 喂 你不夠奴隸秀 你不夠死狗 因為... 因為... 就是... 你拿回爭執一面出來 我跟著叫你 不是 真的不是這樣 始終我是港隊 也有尊嚴的 所以就...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尤其是有一場戲 要在銅鑼灣百多新街 要貴高檸 還要被高檸 就是... 蓋面 刮面 十幾巴掌 好像我們看新聞那樣 其實都很尷尬的 他是... 他很特別的 有時候呢 埋到位置 很聰明的 就是... 導演說什麼又做到 不說都做到 但是... 接著呢 拍完那個鏡頭之後呢 拍完第二個鏡頭 那場戲都還沒完呢 他走進去怕 我要做什麼 啊? 你做什麼? 你剛才做過了 又問得知做什麼 他拍通宵戲原來會有眼睡的 對啊... 他經常... 很難啊! 人是需要睡覺的 但是... 但是... 他已經天天通宵了 你那個調整了 他來到都是... 蒙著眼睛的 所以... 蘇維先生呢 他是... 天生是要做女主角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 我們有很多... 有幾場戲呢 他是不需要怎麼說對白 可能呢 在三頁紙裡面呢 他只有一句對白 或者一個反應 一個反應 他記不到的 永遠去到那裡錯了 他到後來熟了一些 我就把剛才那句 說過一次 哇... 蘇維先生 現在KFM認識了 啊? 只會做主角嗎? 不說話的 就已經去過了 那天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對關係熟悉了之後 大家有了一個默契之後 去到後來發揮 我覺得就... 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 所有事情都是看觀眾的反應 可能有些人跟我合作過 很多次 小方都知道而已 我是要求現場的環境要開心的 就是... 可能就算拍那個戲 是很... 很不開心的戲 或者很悲傷的戲 或者我們這次拍一個其實很開心的戲 我覺得在現場都是享受 享受過程 可能下一次學一下 有一部戲 我覺得... 可能又適合啊 我又會... 叫他 每一次都是這樣 會找回我合作過的... 一些朋友 那你說... 老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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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一隻西一隻 東一腳西一腳 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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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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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谢谢大家